歐盟二十七國領導人一號 一致同意設置四年的原污基金 五百億歐元 原本反對的匈牙利是選擇讓步 預計將會提供烏克蘭長期穩定 且可預測的基金 至於烏克蘭情報機構是指出 一艘俄羅斯軍艦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的 黑海遭到烏軍無人機擊沉 歐盟二十七國領導人一號陸續 抵達比利時布魯塞爾總部 參加臨時高峰會 其中一項主要議程 就是處理被匈牙利抵制 卡關好幾個月的原污基金 會議開始一小時就傳出好消息 二十七位領導人全部同意 五百億歐元的援助方案 此次通過的烏克蘭機制以四年共五百億歐元為上限 其中三百三十億元為貸款 由歐盟預算提供擔保 另外一百七十億為不用償還的援助 透過設置烏克蘭儲備的方式管理 匈牙利原本傾向逐年進行審查 以藉此交換條件 但後來選擇讓步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 此協議對美國發出信號 提供烏克蘭進一步經濟和軍事援助 所以烏克蘭情報機構一號發布一段影片顯示 烏軍無人機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的黑海 摧毀一艘俄羅斯軍艦 在這場長達二十二個月的俄烏戰爭 烏克蘭對克里米亞發動一系列 破壞性攻擊 讓俄羅斯只能處於手勢 不過路透社無法獨立核實 這段影片的拍攝日期或地點 公視新聞這位人物理想編譯